历史之上,哪一年的德芬王竞争最为激烈 卡文朗诺尼跟卡文多兰特竞争那一次 算是相对激烈,一二到一三赛季 当时卡文多兰特率领之下的雷霆 一二年本身遭遇了总决赛 被热火队学习,身世横扫,四比一轻松哪下 一点都没,算是多少留了一丝博面 因为竞技体育七场四胜队的系列赛 四比零的话,那就完全是吊打你 四比一呢,多少让外界感觉 你还稍微适当抵抗了一下 所以那会热火怎么讲,就最终结果来看 留了一丝博面,给这个卡文多兰特 当然,多兰特也是按其按比,在走廊通道 也是痛苦流涕,抱着自己母亲 或许那一刻,他要发誓 今后一定要向詹姆斯完成一番复仇 后来果然是做到了,通过加盟竞争武士的方式 之后呢,多兰特二零一二到一三赛季 他就属于是什么呢 率领球队啊,想要当年呢 就有作为,与这个妈咪热火再度纠缠脚量一番 当时他就这么下的决心嘛 因此最后那一场呢,没打 当然必须得说啊 这个,有时候他这个历史经不起细看 你说,卡文多兰特啊 现在正如外界封屏的那样 一二到一三赛季 真是完全出于团队角度考虑啊 我才没打呀 我才主动放弃了争夺得分王啊 是这么回事吗?根本不是 其实你仔细看,不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呢?因为最后那一场 多兰特得砍下70分才能够逆袭的 那言外之意,多兰特也是感觉我继续再打一场呢 争夺得分王完全无望 整个职业生涯他最高单场武制 体能是个严重资源嘛 所以他也是感觉追不上了 那算了,我就干脆别打了 最后阶段呢 让球队啊,得以休整 进而备战旧赛 应该是这么想的 说什么主动放弃让给卡文多兰特尼 也是因为之前你就没斗过人家 不得不讲,安东尼呢 那个赛季也是冲着德分王是挺死劲 你可能讲,那杜兰特整个赛季呢 他没有安东尼那么死劲 因为安东尼厂军出手势处 比杜兰特多了接近五次 最终拿到德分王 但甭管咋地 最后那会儿 你实质上已经看不到 争夺德分王的希望了 你才没打的 你要是真说一直不打 你头两场怎么没轮行呢 你没反超嘛 这是当时的一二到一三赛季 那次竞争还算几列 还有哪次比较几列呢 就是这个一一到一二赛季 不对,一人到一赛季 我记得 那一年是真正几列 当时这个科比布兰特 跟凯文杜兰特争德分王呢 科比最后一场 只要拿下三十八分 就能完成立即 我就把杜兰特反超了 科比亚里说 一场比赛 如果是三十八分 这绝对是 你别说小目标 完全不值一提的目标 如果科比布兰特 我最后那一场比赛我打 我只要得三十八分以上 我就能够拿下又一座得分王 科比只要愿意干 他百分之 你不能说百分之一万夸张 但是必须得讲 科比如果说 我就非得拿这得分王 我一场比赛我就大量出手 而且那会儿球队胜负 其实无关紧要了 为什么科比后来都没打呢 球队胜负无关紧要 他想卖向三两贯了 当时那会儿 一场比赛就差三十八分 这么细微的差距 就能反朝科比没打 这才是真正的高峰亮节 就没有选择为了个人的荣誉追求 放弃团队的休整备战 你必须得这么讲 因为三十八分太轻松了 科比真说年轻那会儿 那三十八 四十八分我认为 对于科比来说 如果他想拿得分王 最后一场 也照样能给你砍下来 科比 大量出手 科比原本他就出手 出手就相对多吗 只能说内阁阶段科比呢 成熟 相当成熟 那个阶段 那是真正的 与世无整了 就是个人荣誉 我不想再争夺了 就这种感觉 徐静宇的八堂表达课 目前已经上线了 在专栏页面下 您就能够找到他了 暂时 我要 龙子 向阳